众所周知轿车呢 造型非常的优雅 而且呢 它的这个乘坐舒适性 包括它的操控性能也非常的强 那SUV车型呢 因为离地间隙高 所以它的运演能力 包括通过性 包括它的装载能力也是很强的 那如果说结合了两个车型的优点呢 肯定就是最近非常火的旅行车 那这两年呢 它也有一个特别这个帅气的名字啊 就叫列装车 那今天骑客 其实要给大家讲到的这款车型呢 是去年我觉得 整个年度给我带来这个期望值最高 并且最出乎我意料 并且整个外观设计 也特别长在我审美点上的一个车型 东风雪体龙凡尔赛C5X 那为什么说凡尔赛C5X 它是让我感觉到 特别出乎意料的一个车呢 因为它是目前14到18万的合资 B级车中唯一的一个旅行车型 而且整个造型是非常好看的 首先看前脸啊 它虽然是依旧 采用了一个东风雪铁龙家族化的设计 但是它给凡尔赛还是增添了很多 它自己车型独有的一些 比如说呢 它这个两旁X型的一个灯组 而且呢它把这个 日间行车灯分成两个 然后这个整个的大灯组呢 在这一块 而且下面呢 也是为它增加了一个黑色的装饰件 显得更加的炫酷 而且整个车头 从正前方来看 你会觉得它非常的贬 视觉效果上也很好看 再来看侧面 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良心的点啊 就是不管你是14万多 还是18万多的一个车型 它全系都是标配了一个19寸的轮毂 这样的大轮毂放在这个车身上面 你到时候如果喜欢呢 稍微降一下它的底盘 就会有一种非常好看的一种车身的姿态 再加上旅行车呢 其实本来就是应该看它的侧面线条 其实我们摄影师拉远就会发现 它整个的线条真的是非常流畅的 而且很优雅 再加上它的这个后视镜呢 也采用了一个黑色 营造出了一种就是拼色的车身 而且它的亮点还是在C柱这边 你看C柱这边呢 其实有一个小脚窗的设计 但是呢它这个玻璃就是黑的就隐藏了 那这边呢也采用了一些装饰条 而且这个后溜背的造型也是 你看流畅度非常好 再看一下这边采用的是一个双尾翼的设计 而且上面这个尾翼呢 和车身同色的尾翼 它这边其实是一个镂空的 这个设计的好处在哪呢 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呢 它气流会通过这儿 然后带走后挡风玻璃上 比如说有一些灰尘呢 或者说有一些雨水什么 所以它这个车其实没有配备这个雨刮器的 下方呢还配备了一个黑色的 一个上翘式的小尾翼 看上去也特别的炫酷 这个尾灯也是和前方一样 都采用了一个X型的设计 所以我真的觉得法尔赛C5X在外观方面呢 真的是没话说很惊艳 那做到法尔赛C5X的车里呢 它透露的还是一股浓浓的 法系的风格 那因为呢你看 除了它采用的一些软质 皮质包袱之外呢 它在中控屏这边 采用了很多这个 带有纹理的一个装饰版 然后看上去呢 就很有那种法国人的浪漫的情节 并且呢这台车啊 它前面也都配了一个 7寸的夜间仪表屏 以及12寸的悬浮制的 中控屏 那这套配置 在所有的这个法尔赛C5X车上 都是一个标配 所以你也是 不管买到14万还是18万的车型 它都是这样的配置 那我刚刚试了一下 它这个屏幕里面呢 其实集成了很多 我们现在能用到的功能 包括A-DAS的一个 高级智能驾驶辅助的一个系统 那包括呢 它还有一些自己带的导航 然后像这个媒体播放 包括它有自己的一个无线投屏 我刚刚用蓝牙去 连了一下 然后播放了一下自己的歌曲 然后整个音响的表现 也是比较好的 而且呢 这边有一个座椅的按键 虽然在很多高级车上 都会有的一个 前排两个座椅的 座椅按摩功能 三档座椅按摩功能 在这上面都会有 所以这个是让我很喜欢的一个配置 而且呢 加热和通风 你也可以在这儿打开 包括下面也有这个按键 而且呢 法尔赛C5X还有非常好的一个点 就是它标配的东西非常的多 包括这个皮质的方向盘 皮质的座椅 包括双区的一个空调 它都是有的 包括我刚才说到的 7加12寸的这个液晶的 衣表屏和这个中控屏都是有的 而且我觉得整个的法系车嘛 它的座椅一定是非常软和的 包括我这个坐在这儿哈 刚才打开了一下 座椅按摩功能 然后它整个座椅的包裹度 包括柔软度 真的很有那种沙发的感觉 所以我就特别期待 它试驾起来会是什么感觉 所以一会儿我给大家拍完视频以后 我也会自己拿一架照去试驾一下 看看到底怎么样 动力方面呢 法尔赛C5X达载的是一个 1.6T的发动机 最大功率129千瓦 最大扭矩250牛米 匹配的是一个爱信8AT的变速箱 并且我们知道 法系车一直在底盘悬架上 非常有自己的一个调校的风格 那当然这台C5X也是 因为它前麦夫逊 后扭力量的悬架呢 其实放在其他车上的话 会一直被诟病 但是放在这台车上 包括放在法系车上 它的调校水平都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最厉害的一个点是 它加入了一个PHC的磨坦悬挂 就是我们平常说到的 自适应悬挂 这在我们呢 不管是开到越野路段 还是比较平顺路段 它会根据这个路面的情况 来自适应进行一个调节 所以就会更加的舒适 包括我们的驾乘 感受也会更加的好 并且呢 这个最近啊 就这几天 法尔赛C5X 它的这个CNCAP的安全五星 已经出炉了 包括在主被动安全上 包括在它闲人保护上 法尔赛C5X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所以获得了CNCAP五星安全的一个认证 所以如果你很想要一台装载能力又强 长得又帅气的一台 这个合资B级旅行车的话 我觉得可以来看一下 法尔赛C5X